其实我主要就是会介绍一下这一本 Permela Lee的这一本书 这也是比较新近的一本书 大概是在前两年的时候出版的 这本书它叫智库美学世纪中叶的 现代主义冷战和新自由主义现状 Permela Lee它在这本书当中 它是追溯了冷战智库 和当时的艺术之间的一些复杂的关系 在这里它是展示了智库的方法和手段 比如包括像是系统理论 运筹学和控制论 是如何为一种世纪中叶的现代主义奠定基础 并且为当代的这个新自由主义定下规矩的 其实关于控制论 我之前的时候有详细的讲到过 就是从这个四十年代开始 由韦娜发起的这样一个控制论学说 那其实在这个Permela它在智库美学这里呢 其实也是重新回溯了关于这个控制论 以及其他学科跟这个艺术 尤其是现代主义以来的艺术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重叠的网络 那它在这里呢就是将这种 它将一些隐藏在这个阴影当中的一些 智库型的机构 把它们描述为是服务于 国防战略的创造力和跨学科实践的场所 那它在这本书当中是着重写到了 这个Rand的公司 是一家美国的这个智库 这个会后面我们会详细的讲到 Rand的这家公司 并且它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绘制了连接和战略家 数学家 经济学家 人类学家 艺术家 设计师和艺术史学家的多个网络 它在这里回顾了许多的事件 比如说Rand的分析师 这个沃尔斯特和艺术史学家 Sapiro 他们之间长达数十年的讨论 以及这个人类学家 Margaret Mead 她运用这个 她创新的视觉辅助工具 去回溯 世纪中叶的抽象艺术 以及在1970年代的智力 控制论和现代主义设计 相结合的这个控制室 它叫这个Opps Room 为这个 如何为这个 他们短暂的社会主义政府效力 并且在多年后 被智力的艺术家 重新演绎为了一件艺术作品 那Pamela她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她指出 我们其实应该把这些联系 看作是科学方法和手段 对于艺术的特定利益的一种殖民 而不是学科间的边界交叉 在今天就是我们追求这种 跨学科和学术界用科学 来证明 人文学科的背景下呢 Pamela她质疑了 将这样一种科学的实验室方法 去应用于艺术的时候 我们失去了哪些领域 那这里也介绍一下Pamela Lee 她现在是 她现在是那个耶鲁大学 在研究Modern Contemporary Art的 卡内基教授 她在2000年代初的时候 其实就有写过这两本 可能比较算是比较知名的两本书 一个就是那个时间恐惧症 20世纪60年代中的时间 还有一个是这个 被摧毁的对象 她是专门以这个 Gordon Martin Clark的作品为例 包括其实之后还有 像她写了这个新游戏 当代艺术之后的 后现代主义 以及那个旺季艺术界 所以她其实一直以来 她的那个研究的方向 比较多的是 着重在那个 那个60年 就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 现代主义艺术 那同时她在 2018年起呢 她也是十月杂志的编尾之一 那她现在正在研究的呢 是她被称为这个 small war 就是这个小战争的概念 这个概念 其实是由 拿破仑战争的理论家 详细阐述 在当代文化中被普遍化 也在这个军事表演的制度之外 得到表现 这个也是普鲁士的战略家 这个克劳塞维茨 他所说的这个叫行动的舞台 或者是行动的剧场 他的研究其实也包括像 从19世纪以来的一些艺术家 像这个高雅 还有这个特朗布尔等等 还有像黎安美 以及现在这个 比如这个螺旋桨小组 还有那个小组 还有阿尼卡伊 还等这些艺术家 那她最近其实她也在追溯 这个艺术枪支 可互换性概念 种族和性别之间的关系 那在这本书的一开头呢 它其实是描绘了一个 比较戏剧化的一个场景 由这个场景呢 去引出贯穿全书的两大 所谓的两大主角 或者是两大阵营 就是她说在这个19 她的这个场景是这样的 就是在1972年美国的东海岸 一艘夜晚一艘渡轮 行驶在海面上 然后有一位就是 有一位就是长发男子呢 他试图将一名 戴无边眼镜的 头发梳的油光正亮的 一名男士推下海 但是这个行为没有成功 就是他并没有 就是这名男士 他并没有 就是完全被推到海里而身亡 那这一名 就是这一名长发男子呢 他是一位 未透露姓名的艺术家 那这个无边眼镜 戴无边眼镜的这个男性呢 他是美国前国防部长 也是当时的那个 世界银行主席 就是这个 Robert McNamara 他这个 这个人他其实是 在那个 有前面有七年的时间 他是任美国国防部部长 也是美国历史上 任期最长的国防部长 那后来他卸任之后呢 他就担任了那个 世界银行行长 那朋友他在这里 以这样一个 以这样一个场景做开篇呢 他其实引出的两派 一派是以这个 以代表这种 所谓的这种激情 反抗冲动 这种的那个艺术家群体 那另外一边呢 则是这种象征着理智 是科学算计的 这样一种 技术官僚 那他引出来的这两者呢 其实 他要指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他并不是仅仅是一种 敌对的关系 比如说艺术去 对抗 冷酷的战争机器 也不仅仅是说是利用 就比如说像 艺术 尤其是我们知道六十年代的 这个六七十年代的 抽象表现主义 被称为 被称为是那个 冷战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 但其实不仅仅 止于此 冷战的 冷战跟艺术史的这种交集呢 在Permela看来 会更加的复杂 也更加的暧昧 他们这种互相交缠的 这种关系网络 其实不仅是覆盖了 这个现代主义美学 国防战略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人文学科等不同的领域 也一路就是渗透到了 被新自由主义规定的今天 所以这样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络 就构成了Permela的这个 智库美学的分析对象 所以他说这个智库美学 它不仅是就是加深 而且拓展了对这种相遇进行历史化 理论化和描述化的方式 因为事实证明在这一时期 理性和美学之间的相遇 召唤出许多其他强有力的联系 而这些联系并不是在这个正统的 历史记录中的那样一个部分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 Permela就追溯了这个冷战智库 和类似智库的思想社团 他们建立的这种美学联系 也是某些智库在制定方法和研究方案 如何在他们的这个墙外 得到广泛的流传 那这里它也大概也有列出一些 类似于像是智库的这样一些机构 那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个Rand Corporation 就是这个兰德公司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个胡佛研究所 还有像这个成立于瑞士的 这个朝圣山学社 还有这个 在美国的这个家图研究所 以及这个 它是这个斯坦福大学下面的 这个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 那还有一个是这个 它叫做冷战大学 这个Cold World University 它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一个网络 就是这个冷战大学里面 就是包括了很多 我们现在也比较熟知的一些 这种智库的运作方式 那这里我会 就是因为它 在这个这本书当中 其实Permela非常多的就是 去着眼于这个Rand Corporation 这个兰德公司 那兰德公司就是这个是兰德公司 它自己的一个就是网站的这个首页 我上这个网站也浏览了一些 他们的各个内容吧 然后其中我们其实会看到 对就先介绍一下这个兰德公司 它其实它的前身呢 是这个美国空军在1945年 它成立的这个兰德计划 当时这个就是兰德计划呢 它就发表了一个就是叫 环球太空缩实验计划的初步构想 在1948年的时候呢 兰德他获得这个Ford 就这个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呢 然后他就单独就是成立了一个 这个独立的这个智库组织 那其实在兰德公司呢 那时候他们的研究有三分之二 都是跟这个国家安全事务有关的 比如像在1957年的时候呢 其实兰德有一个比较震惊 震惊美国的一个 一个非常准确的预测吧 就是他们在报告当中呢 就详细的推断了前苏联发射第一颗 人造卫星的时间 那最后他们推测出来的时间呢 跟实际发射的这个时间呢 就仅仅相差了两周 所以这个事件其实也让这个兰德的 这个think tank 他们的这个智库也变得声名显赫 那他们现在的这个其实 虽然就是叫cooperation 叫公司 但其实实际上他们登记的 就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那他们的这个名称 就是这个RAND呢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缩写 就是RAND 也就是研究与发展 那他们现在的这个网站上 其实也会看到各大 就是他们对于各大 国际形势的一些分析 比如现在一打开网站来 就是这个俄乌战争的 一些战略分析 以及他们对于这个乌克兰重建 的一些这个作为 那他们一开始的这个有一个 这个有一个框就是关于他们的这个 Research的项目 他们的这个研究项目 然后你点开之后 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这个领域 其实涵盖了非常多 这个只是其中一部分 然后如果我们点开这个All Topics 你会发现 其实他能把我们能想到的 想不到的 其实都涵盖在里面了 那其实比较 这里面列出的 其实是他们比较 比较主要的一些 研究的一些领域 比如说像是这种网络和数据 和数据科学 还有这个就是教育 以及那个医疗 Health Care 还有这个基础设施和交通 等等这些 其实还有包括像Public Policy 就是这个公共政策 他们甚至在这个Public Policy 这个领域已经有一个就是学校 是可以就是offer给你 就是正式的那个学位的 就他们相当于是一所学校这样子的 你可以去申请他们这个Public Policy的 这个不管是MA还是这个PhD的 Program 那他们其实在这 他们其实有很多自己的那个出版物 那比如像最早时候 他们其实一开始就是以这个空军发表的研究为主 因为考虑到冷战那个时期的那个美苏的太空竞赛 那以及他们在那个 他们有一个叫做百万乱数表的这样一个Publication 这个是一个就是创建随机 随机数表的一个工作 这个也是从1947年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了 这个随机数其实是通过对那个电子轮盘生成结果的 在随机化得到的 那这个其实主要是运用在这个统计学和科学实验的设计中 以及这个密码学这些实验当中的 那在这里呢就是会 他提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冷战前卫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术语 就是The Cold War of Engage 其实这里是直接指出了智库和冷战之间的联系 Permela说他在这本书当中呢 其实就是讲述的就是冷战智库的现代主义融合 投射感性和想象力 他的美学以及他们在当今的再现 Permela他所讲述的历史是 关于这个研究协议如何起源于当时的军事必要性 特别是与系统理论 运筹学和控制论相关的协议 为他自身的世纪中业的现代主义开辟道路 那这个就是科学史学家Sharon 他所称的冷战前卫的生动权势 那智库就是这样一个就是机构模式 或者是这个知识生产的模式呢 其实就是源自于冷战时期 美苏军事博弈的需求 因为在那个时候 比如如果你漏掉了 或者是你误读了 敌人他们释放的任何一个信号 就是都有可能引来致命的后果 所以就是要把一切不确定的因素呢 就是都要被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围内 那面对这样一种非常紧张的全球局势 不同领域的知识精英呢 就被召集到了一起 他们就是以一种高度灵活的方式 去协同合作 借助科学为战略求解 那同时也是在智库这样一种神秘的 封闭的形象的掩护之下呢 将这种化学科连接 伸向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的 那这样一种影响 这样一种就是interlinked呢 就是会带我们发现一些战后艺术史的隐秘之处 那比如像正如就是这个tank这个词 他所暗示的那样 智库呢 它是一种似乎是一种对外关闭的智力要塞 其成员秘密的为知识生产与倡议而工作 所以中文的这个酷呢 其实是非常的对应 因为酷本身也讲究 也有一种就是封闭性在其中 所以我们把这个think tank翻译成这个智库呢 这个酷其实就是强调他们一种 这样一种有一点神秘化的一种 对外关闭的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就是状态在里面 那其实现在大概有六 在Permela发表这本书的时候呢 他说现在在全球 大概有六千 有至少有六千三百家 类似这样的智库机构 那在这个 在这个 就是在对 就是那个Sharon 就是对曾经是Rand的公司成员和 著名核战略家Herman Kahn 他的那个职业生涯的分析当中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科学史学家Sharon 他探讨了这种严肃游戏和致命博弈的情形 如何成为智库运作的基础 那战争的商业化如何呈现出 类似于游戏的维度 并吸引更广泛的情感 即将军事规划变成一种创造性的 甚至是美学的追求 这个是Rand的公司的总部的 总部大楼 大概在1960年代 其实是差不多1967年到1970年这个期间 LACMA他赞助就是那个洛杉矶俊丽美术馆 LACMA他赞助了多年的一个项目 叫做这个艺术 艺术语机 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大概就是在那个 就是当时 有一个艺术家抗议委员会 当时就是在 也是在LA包括像LACMA机构的面前 就是进行抗议 然后当时他们的这个 因为这个大概正好是在越南战争的时期 所以他们的这种反战的抗议呢 其实也一路 也到了这个Rand 他位于Santa Monica的那个总部 这个是当时的这个艺术家抗议委员会 他们举起了这个抗议的旗帜 这个也其实也是 也是艺术家抗议委员会组织的这个 首批为反战而发起的行动之一 那在这里呢 就会提到这个LACMA 他这个赞助了多年的这个艺术和技术项目 当时这个 当时这个就是这个Art and Technology的这个项目呢 他其实是 就是指在促进这个当代艺术家 和位于那个南加州的组织和工业企业之间的合作 其中有许多组织和企业 也就是这个洛杉矢这个地区的一些这种军工复合体的一些 扮演着一些关键的角色 所以他在这里就是Permela他在这里呢 给这个智库美学分为了四种类别 这四种类别后面会一一的讲到 那第一个类别呢 就是他所谓的在智库内部或与智库的合作中创作的艺术 体现冷战时期的这个创造力 那这个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直接联系到刚才讲的这个LACMA 他赞助的这个Art and Technology 因为这个正好是正好发生在这个冷战期间 那他们那个当时 那个LACMA的其中一个策展人 就是这个Maurice 他也出版了一个publication 就是他把1967到1971年代这个时候 他们委任的那样一批艺术家 跟这些军工企业之间 包括电视之间的这种合作的项目呢 都记载在了他的这一本publication当中 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这个美国的雕塑家 John Chamberlain Chamberlain呢 他其实当时在Rand Rand有一个筑地 在这个筑地当中 他就是在这个筑地完成的时候呢 他就是出了一个 一件作品 这件作品其实有一点这种 带有这种表演性质的作品 他叫这个Rand the Piece 他这个作品里面呢 其实包括一份这个看上去毫无联系的言论的影印版 其中就是包括一些这种 一种感觉像是毫无厘头的一些短语 比如说像是那个baby dumpling啊 或者是他说无论哪种情况下 空气动力学都很差等等这样一些短语 然后他在这个Rand的公司的员工当中呢 就分发传单 来致敬这个智库 他作为技术自身的一种管理逻辑 Tambley呢 他是以这样一种官僚主义的方式 就是模仿了这种官僚主义的方式 向各个收件人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上面写的这个问题 他说我正在寻找答案 而不是问题 如果你有任何答案 请在下面填写并发送给我至11384 然后呢 这个作品呢 其实他有点也是基于像Tambley 他自己也是作为一名实验师人的工作 作为一名实验师人 也作为一名观念艺术家 他在这里就是也追踪了 这个这样一种组织系统 官僚机构的媒体 和他们产生的这种文件路径 他利用这个RAND 作为一家回应冷战时期 美国的一些比较具有挑战性问题的机构 以这样一种方式 为他的一个作品的一个结构 Tambley他在这里 他的那个印刷品呢 就是印制在了这个 他的这样一个文件夹中 然后用非常整齐的字体 去呈现一些单词和短语 感觉非常难以让人理解 那其实他的这样一种模糊性 或这样一种难以理解性呢 其实就是在模拟智库的 当时智库的那样一种神秘的运作方式 那还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另外一个美国艺术家 叫James Lee Byers 他呢是在跟这个Hartson Institute 就是这个哈德逊研究所 也是一家智库 他是在那个大概1960年代初的时候呢 他是由那个核战略家系统分析师 这个赫曼康成立的 那这件作品呢是James Lee Byers 他在1969年的时候 在这个哈德逊研究所完成的 这件作品他其实是 也是那个Art in the 刚才讲到的那个 由Lakman赞助的 Art in the Technology Project的一部 其中的一个一部分 他其实在这里 其实是做了一个 有点像也是一个 performance一样的这种行为 然后他是 他是一种 以一种 broadcast的形式 然后他也是 他就是邀请了很多人 有来自各个学界的 就是比如说有这个专门 就是做性别研究的 有做那个 有未来学家 还有艺术家呀 然后还有那个作曲家 作者啊 还有那个法官啊 等等这样一些人 然后呢 他就是 问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呢 让大家来去回答 回答他们各自 比较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并且同时呢 他也 因为这是一场 就是直播 所以就是 有那个 就是他其实也让那个 听众 就是观众呢 也打电话进来 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听众 他有任何的问题呢 他也可以再随时的提出来 然后由任意的其中一位学者 去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所以他的这样一种方式呢 其实也是 在很大程度上呢 去模拟了那个 智库的那样一种运行机制 那第二种 就是那个 第二种那个 那个就是 Category呢 就是 Pamela称为是 直接以智库的模型和方法为主题 插图或隐喻的艺术 将这些研究 艺程内化的艺术 艺术作品与智库结构之间 存在的同构关系 这个同构关系 这个词其实是来自于 这个 就是他借用了这个 一个那个 奥地利的生物学家 他当时出版的一本书 叫这个一般系统论 这个奥地利生物学家 就是Ludwig 他在这里呢 指出的就是 在不同领域中出现的结构的 相似性或同构性 那在Pamela这里呢 他指的这种同构性 其实就是 他试图要在艺术作品和智库之间 建立一种同构性 那在这里他给到的一些这个 例子呢 比如说像有那个 理查德塞拉 他在那个 大概在1974年的时候呢 他其实也是做了一件 基于表演的录像 这个表演 这个表演是基于一种 博弈论问题的结构 就是他叫那个 非联合赛局 就是 non-zero-sum-game 这是一个 博弈论理的一个术语 就是说其中两个玩家呢 他可以同时赢或者输 一个人可以比 另一个人赢得更多 也可以以对方的代价 以对方为代价去获胜 那 Sira和 和另外一个 就是 Robert Bell 他们合作就是完成了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就是表演型的录像 他们就是使用这个博弈论 来去处理那个 商业电视节目 比如他 第一部分呢 在这个 video的第一部分 是 是一名警察和一名 强盗 之间的那个博弈 第二部分呢 是 问答节目 就有点像那种 television show 这种 一问一答的这种 这种节目 所以这个作品 他其实 表面上就是一种 关于警察审讯中 使用的技巧 然后呢 并且他以一种 幽默的方式 将这种 将纽约 SOHO 社区的 各个成员呢 把他们描绘成是 电视 电视 television show 中的那个 模仿者 那其中 他也包括 就是像那个 画廊的 那个老板 艺术经销商 Leo Leo 什么 一个人 就是他里面 其实 其实有 模仿很多 就是当时的 那个 在纽约 SOHO 去比较 比较活跃的 一些 这个 艺术界的 一些 成员 在那个 Permela 其实他在 他的那本 刚刚讲到 那本新游戏 那本书 就是新游戏 当代艺术之后的 后现代主义 这本书 那本书当中 其实Permela 就有 去讨论 这个作品的 一些结构逻辑 就是他 相对于 这个游戏理论 来说呢 这种理论 他其实就 直接的来源于 这个跟 Rand 跟这个 兰德公司 有关的 这个战略分析 那他主要 就是应用于 这样一种 战略分析 主要就是应用于 那个冷战 军事冲突当中 还有一个是 当时这个 另外一个 美国观念 艺术家 那他同时 也是一名 化学家 叫那个 George Burchett 就是那个 乔治 布莱西特 他在1966年的时候 他出版了一个叫 Chance Imagery 就是 可以把它理解为是 偶然图像 这样一个文本 因为当时呢 这个 布莱西特呢 他 他很自然的 被这个 兰德这样 兰德公司 这样的研究 所吸引 他在这个文本当中呢 就是广泛的 就是 涉及到了 那个艺术史和科学史 比如说 在艺术史当中 他有提到 这个 杜尚 还有像 很多超现实主义者 以及像 John Cage Jackson Pollock 等人 那在科学史当中呢 他有提到 这个 比如像这种 气体动力学 热力学和布朗运动 当中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 科学家吧 那他在这里呢 其实就是将这种 他将一种随机性 就是 Randomness 这样一个概念 跟一个更广泛的 就是这个Chance 就偶然的 概念 相对应 他在这种 就是 就是 他说在 就是 这个是适用于 就是这种 Randomness 是适用于 特殊的技术 来 消除抽样中的 偏差 其实他在这里呢 跟 很大程度上 其实是受到了 刚才讲的 那本书 就是那个 那本就是 偶然的 那个 随机术的 那本 就是当时 兰德公司 发表的 那个 publication的 那个很大 很大程度上 受到了 那本书的 影响 所以 他在这本 就是偶然图像的 这个publication当中呢 其实就是 非常 关注了 兰德当时 那个出版物当中的 各种的 那个数据表格 以及就是 他认为 就是 随机性 就是Randomness 在这个 科学推断中的 重要性 跟艺术当中的 重要性 是一样的 他们都在于 消除某种 偏见 那第三种 就是 智库美学的 第三种 范畴 第三种 category呢 Permela 把它称为是 将冷战智库 采用发展的 研究方法 工具 与途径 包括 运筹学 控制论 系统论 和博弈论 应用到艺术作品 和视觉文化中 由此产生 运筹美学 就是这个 Operational Aesthetics 那在这里会 讲到一个 关于运筹学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概念吧 就是他简称为 是OR 运筹学 他其实是一门 就是他最早 其实也是起源于 这个 二战时期 当时就是 就是英美两国呢 就是为了有效地 配置各自的资源 所以他召集 科学家 成立了专门 针对军事作业 作业规划 进行研究的团队 这些团队 他们的研究成果呢 就帮助 联军 赢得了 不少的 这个战争 比如说像在 布列颠空战当中呢 英国军方 就是指派了 这个布莱克特 成立的这样一个 Backet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什么 就是组织吧 就探讨 就是如何部署和应用 所拥有雷达系统 才能更好的 侦测 那个德军战机 所以 所以就是 因为这样运筹学 才应运而生 那他现在 其实就是一门 就是应用数学 应用数学的学科 他是就是利用这种 像统计学 数学模型 和资料科学的方法 去寻找一些 最优解 或者是这个 最佳解答 那他就是 经常就是被用于解决 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 复杂问题 特别是优化 现有系统的效率 那这里其实 这个智库和 智库 他 Permia认为 就是智库 他将授权一种新的 艺术和图像的处理方法 他们可以用在 就是将这个抽象 绘画 漫画 几何图形等 作为 根本的 可解的现象 那这里他有给到一个 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 这个 罗夏 罗夏测 测试 或者叫罗夏 墨 墨 字 测试 就是它是那个 就是人格测验的一部分 有那个瑞士的精神医生 罗夏 他在大概 1920年代的 20年代初的时候 他有他完成的 这样 这样一些图形 这个其实 这个 罗夏测验 大概是有十张 就是十张这个卡片 所组成的 有五张是这个 白底黑墨的 还有一些是那个 彩色的 然后这个受试者 就会被要求回答 他们看起来 这个 最初认为 卡片看起来是什么 然后以及 他们后来又会觉得 他们像什么 然后根据他们的回答 来去判断 这个受试者 他的这个人格和状态的 所以他这项实验的 最初也被称为是 人格投射测验 在 其实在 这本书的第二章的时候 Pamela就有特别指出 就是这个 罗夏测验 其实 成为这个抽象表现主义 和二十世纪中期抽象艺术 在主流的接受当中 反复出现 证明就是这些模型 是如何从这个 人类学话语 传播到了这个流行的 艺术评论 并且在两者之间相互的影响 其实在这个 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 他提到了这个 一开始我们讲到的 这个1970年代的 这个智利的赛博协同工程 这个是在Pamela 其实在本书第三章 就是1973或新自由主义本源 这一章节的时候呢 其实详细的讲到了 这个案例 这个其实是 就是 就是那个 在大概 1970年代初的时候 由那个阿联德 他带领的那个 智利人民团结 阵线政府 他们当时呢 就是有这样一个 就是所谓的 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实验 这个实验的中心节点呢 就是英国控制论专家 Stanford Beer 他们参与设计的 这个全国生产 管理网络系统 就是叫这个 Project CyberSync 赛博协同工程 这个 赛博协同 这个这张图 其实就是那个 赛博协同工程的 那个中央控制 控制室 就是他叫那个 Ops Room 里面的一个 场景 就是当你在这其中 就是给出一个指令的时候呢 其实坐在这里 在这个控制室里的 所有的成员呢 都能马上的那个 收到这个指令 并同时做出回应 这其实也是起到一个 很好的这种控制和管理的 这样一个作用 但是其实 因为那个 就是后来这个 就是 这个阿联德的 那个倒台呢 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赛博协同工程呢 也就 也就停止了 但是在几年之后 也就是 2000年代初的时候呢 智力的一个 艺术团体 叫这个 ORM 也是由这两个人 组成的这个 艺术团体 他们呢 以这个为 以这个为 那个 为inspiration呢 他们创作了一件作品 就叫这个 多节点原游戏 在这个 多节点原游戏当中呢 他其实就是 直接借用了 这个 控制室的 这个视觉界面 并且 他这件作品是 同时在 两地 机构展出 一个是那个 德国 卡尔斯鲁的 那个 ZKM 还有那个 智力总统府的 文化中心 在这里 他们就是鼓励 在场的观众呢 就是参与其中 他们 输入 可以输入信息 参与这个 互动的 这个装置 也通过 这样的一个 作品展示呢 艺术家 他和不同领域的 合作者呢 就是围绕 那个智力 艺术与科技历史 建立起的 这种研究 和活动网络 他用 艺术家用 就是这种 去中心分散 通讯的 系统结构 去激活 当时的那样 一种 历史原型 也是 用 Permela话说 就是也是让一段 即将到来的人民的历史 得以 进入我们 集体失忆的 新自由主义的 当下 那Permela 他认为呢 就是要从这个 新自由 新自由主义 工程师手里 去夺回这种 被抹掉的 多重历史 和政治潜能 其实美学在其中 就扮演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实他在 在论级这个 负责 负责这个 就是控制式 视觉设计的 这个德国工业师 就是这个 叫波西佩的 教育背景 和设计思想的时候呢 他就说 美学 其实能够帮助 赛博协同 类似赛博协同 这样的政治方案 复苏为 某种 接近于 艺术历史的问题 所以这里的美学呢 其实也 其实也从而变成了 一种结构 或者是一种系统 就像是在 这个多元节点 这个多元节点 游戏中 这样的一种 时间性 就是他们是 始终在 不断的生成当中 不能被完全掌控的 那在最后 就是第四个 第四个智库美学的 范畴呢 Pamela把它 称作是 网络化与 跨学科 那这个 其实也是得益于 当 二战时期 包括冷战时期的 这个 通信 通信技术的发展 那 同时呢 他提出来了 这个 所谓的 这个叫 Network Aesthetics 这个网络美学 网络美学呢 他其实也是 从 就是他从 那个 瓦格纳的 总体 总体艺术 就有 其实 那个 就类似 就是 瓦格纳提出的 那个总体艺术 就非常类似于 这样一种 网络美学 然后再到 今天的这个 电子游戏平台 其中他提到了一个 就是 给了两个这样的一个图示 去解释这种 就是 通讯技术的一个发展 以及 现在的这种 跨学科 呈现出来的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状态 那他用到了这个 就是 也是从 那个 兰德 公司 得来 archive当中 得到的一张图表 这个是 工程师 Paul Barron 他的 在他的那个 备忘录当中 提供的一个图形 呃 这三个图示呢 其实就是 呃 展示了那个 通信 发展的一个顺序 从旧到新的 呃 第一个就是这样一种 呃 集中式的 中心化的网络 就是从一个单点 然后 辐射出许多的向量 那这个点呢 就是被困在了这个 呃 这个 这个点就是被 被困在了这样一种 呃 数据海洋当中 呃 那他 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呢 到最后就会越来越 越来越 呃 弱 呃 而中间的这个 去中心化的网络呢 就提供了更多的 就是多中心的连接点 它是以一种 就是突出型的 呃 方式 去连接这些站点 但其实同时呢 也暴露了各个点之间的 呃 各个点 他们本身的脆弱性 那到了这个 最新的这样一种 所谓的呃 distributed 就是这样一种 就是分散式的 呃 呃 分散式的 或者是分布式的通信呢 它就被呈现为是一种 呃 扩散的 网状的模式 它是通过不断增加的连接 和向量 去提供多节点的联系 就其中的这样一些 我们会看到第二张图示的 这个没有被连接到一起的点的 在第三个就是这种分布式的通信当中的 他们也被连接在了一起 那这个其实也同样有点 类似于刚前面讲的 这个奥地利的这个生物学家 呃 ludvik 呃 ludvik 他在1954年的时候 他提出的这样一个 所谓的就是这种 呃 他的这个就是叫那个 General Systems Theory 就是一般性系统理论 的这样一个图示 也就是各个学科 或者像这个经济学 行为科学 物理 数学等等 他们之间的 呈现的这样一种 呃 分布式 通信的 呃 样子 那呃 呃 那个 同时 其实呃 一个科学史学家 就是呃 Peter Gallison 呢 他在他的科学研究当中呢 也提出了一个比较著名的 隐喻叫做那个 trading zone 就是交易区 呃 交易区 他是有 他是借鉴于这种人类学意义上的 一个模型 就是他描述的就是两个群体 他在这个呃 协调交互和 跨学科研究模式当中 建立的那样一种 相互呃 交换规则的方式 所以交易区呢 他也是指那些呃 行动者 就是在网络当中的这种行动者 他们的不可通约之处 那这些地方呢 很有可能就会促成呃 所谓的这个克里奥尔化 呃 混合或者是混杂语言的创造 所以其实这个 这个图我也是会呃 很快 我们也会联想到 就是其实呃 拉图尔他讲到的那个呃 行动者网络理论 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呃 很新的理论了呃 呃 但其实 我们会看到 我们可以把它最早 其实从旁边那这我们会发现 可以把它 其实是可以把它追溯到这个 当时那个呃 呃 冷战时期以来就有的这样一种呃 呃 就是这种沟通方式 呃 呃 那在呃 呃 最后其实 呃 呃 呃 也想再给到一个呃 作品的案例 那这个其实也是在最后一章节呃 呃 就是呃 呃 公开的秘密 介于呃 呃 泄漏与编撰之间的艺术 在这一章当中 Pamela他 给出的呃 呃 一个案 其中的一个案例吧 因为他在这一章当中呢 他其实 以呃 三位艺术家为案例 那其中一位呢 就是这个呃 呃 Jill Marget 呃 Jill Marget 他是 也是一位呃 呃 这位艺术家呢 他其实是 有大概 有三年的时间吧 都是在跟那个 做跟这个荷兰情报局呃 呃 有关的呃 呃 一个项目 呃 这个项目其实呃 大概开始于是可能2005年的时候 呃 那个时候呢 他就呃 呃 那个时候他们就是那个呃 呃 荷兰情报局呢 他们邀请这个呃 呃 Jill Marget 他们给这个海牙 给他们海牙总部的新楼 去做一个艺术项目 呃 呃 那当时Marget呢 他就想通过他的作品呢 去讨论这个荷兰情报局 他的这种呃 呃 就是所谓的呃 民主的秩序 或者是说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项目去找到这样一种呃 呃 类似荷兰情报局这种组织他们人性化的一面 呃 呃 这个法令呢 呃 他是允许政府对他们的工作人员的宗教健康状态呃 呃 进行跟踪调查的呃 呃 所以他的项目其实是探索这个在这个呃 呃 情报局当中工作的特工们的呃 呃 私人生活和他们从事的秘密行动之间的特殊的呃 呃 他们之间的一种呃 相互的影响 呃 呃 他这种作品其实呃 是由大段的这个访谈构成的 所以是一件非常感觉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一个呃 作品 他的这些访谈的信息呢 最后其实是集结成了一本类似像小说式的 一种呃 报告文本 呃 在这个期间呢 他创作的其他的作品呢 也放在了这个呃 就是情报局总部的建筑内 呃 同时也在海牙的那个呃 Stum画廊有展出 那他的这个呃 比如他2008年的时候呢 他完成了这样一个呃 装置 呃 叫呃 他叫I can burn your face 呃 呃 我可以烧掉你的面孔 他其实意思就是呃 呃 就是呃 就是就是 burn your face 就是呃 呃 呃 其实呃 呃 他指涉的是威胁那个间谍 要揭穿他们的呃 呃真实身份的这样一层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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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用这些霓虹灯管呢 去呃 重新的就是去呃 塑造了这种呃 呃 他们他在那个访谈内容当中的一些节选 呃 所以这些摆在地上的雕塑呢 他就好比是一座呃 呃 呃 那种呃 呃 肖像美术馆 呃 呃 每一个那个霓虹灯仿佛就是代表着其中的一位特工的身份 呃 呃 虽然他没有公开这些特工的身份呢 但是他在这里面其实也提供了很 很多的呃 呃 信息 呃 呃 比如说有一些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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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管就写的比如说像而Dark Puffy Bob 呃 呃 这样一种呃 呃 就是可能也许也许有可能会暴露别人身份的呃 呃 这样一些很隐晦的这种呃词语呃 呃 呃 所以当时在展出这件作品在这个画廊开幕之前呢 荷兰情报局的人呢 其实是有先行的去拜访这家画廊 呃 有去先去呃呃 呃 审查过呃 呃 这件作品 呃 呃 呃 那同时在这件雕塑之外呢 呃 呃 就是一件呃 呃 这也是这个项目当中最主要的呃 呃 呃 一件作品呢 呃 其实就是这个呃 呃 呃 这本它是名为Becoming Tarden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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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书就是基于他对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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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 呃呃 呃 呃 但是他在同时呢 他在这里面又又又又添加了一些呃 虚构的成分在里面 呃 呃 呃 他将这些采访的手稿呢 就是必须要交与啊 荷兰情报局的官员们进行审查 呃 呃 还其中 他在其中呢 也影射了那个荷兰的一些呃 刑法 呃 呃 这件作品 后来有一半的内容呢 都因为就是过于敏感 就被删减掉了 那后来这件作品呢 其实也在那个Tate Tate Modern 伦敦的Tate Modern呢 也有展出过 那在展出的时候呢 当时Marget跟那个荷兰情报局呢 就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说这本书可以在Tate展 但它的条件呢 就是说 这个书只能在一个 非常昏暗的展厅内展览 并且它要放在那个玻璃罩的后面 让观众没有办法看得清 这本书当时展出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捆绑起来的 观众能够看到的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些 空白的标题页和结尾的一页 然后展览结束之后呢 荷兰情报局就拿走了这本书 把它们归为是 荷兰情报系统的财产 所以通过这样一件作品呢 就是说整个Marget在创作这个项目的时候呢 过程其实非常的曲折 有很多就是他跟这个荷兰情报局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 这种各种的这种博弈 那他在这个项目呢 Permelo说他其实最有意义的地方呢 就是在于他揭示的这样一种公开的秘密 文本这样一个文本 他在象征着公共空间的Tate Modern展出 虽然说作品他好像看起来 他传达的是一种 就是他是一种在公共空间 我公开透明的展出 但是因为这样一种展览方式呢 又让他变得非常的模糊 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所谓的公开透明 其实观众并没有从这样一种公开透明当中 去看到任何真实有效的信息 所以以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作品为例呢 其实他说就是这个艺术作品当中呢 其实也是强调了这个政治的虚构维度 同时呢也是比如借用像朗西埃所说的 就是美学呢 它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和时间的界定 它使得这种一些possibility变得可见 从而让那个历史本身变成了一种虚构的形式 那公开的这种 他通过这种公开的秘密呢 其实是代表了一些这种话语的 这种所谓强有力的话语的暗面 他们往往是倾向于去赞助处理进步政治 和集体想象力的作品 那除此之外呢 除了这个Margett的这件作品之外 他其实另外还举到了 比如像那个Trevor Packlan 就是帕格伦 帕格伦他拍摄的一些 就是可能跟那种就是无人机啊 然后还有一些那种 所谓有点像是军方基础设施的一些这种 这种照片 这样的一系列的作品 那我在这里就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列举出来了 因为我觉得Margett这件作品 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可以作为一个 就是Pamela在这里 关于智库美学的这样一种 一个总结吧 然后我们其实后面也可以再讨论 就是说关于Pamela 他说的这样一种智库美学 其实他举到的很多的例子 包括就是他的所谓的这些 对于各大智库的一些分析呢 他是不是适用于就是对于我们处在这种现在的 尤其是当下的这种中国的语境下来看的话 他们是不是仍然就是适用 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的这种所在的这种 不管是政治的语境也好 还是都是非常的特殊 然后其实对于这一类的作品呢 其实Pamela他在书中也是举到了蛮多艺术家的作品 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进而联想到更多的一些艺术家 比如说像那个Hito的 还有像那个 我会想到像法镇建筑 这样一些艺术家 然后包括我之前像在那个 好像是在光州双年展吧 还是在釜山双年展 其实也有看到有一队韩国艺术家 他们是做的是跟当时的那个南韩和北朝鲜之间的 那个也是处于冷战时期吧 那个时候基于那个时候做的一些这个作品 所以其实的确会有很多的一些艺术家 或者是艺术小组 他们其实是在以这样一种智库美学的 这样一种方式去工作的 那对 其实我们后面也可以讨论一些 比如说更多的这种艺术家的案例 以及他们如何适用于我们的当下的